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在经过了大概近两周的一个上涨行情之后 今天做一个拉回整理 我认为还算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现象 毕竟我们看从826的低点 1034年起涨以来已经涨了两周了 那今天的拉回 我认为先不必担忧的原因在于是说 关键的一个攻击K9月5号那天1500亿大量的低点是10714 今天的低点是10732 并没有跌破 那我们从技术面的一个观察 我们可以以这个多方的一个缺口 视为在这一波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支撑区 在没有跌破之前 我认为不必在这个地方太过悲观去看 当然在今天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说上涨的一些族群啊 族流股稍微有点熄火 那转而有一些中小股啊 在这个地方做接棒 那我觉得市场就是这样 毕竟这个股的轮动嘛 也涨多休息震荡拉回休息再上 这非常正常的 只是关键在于是说 你有没有把握好接下来的行情 因为市场都在讲中秋的变盘 这礼拜就中秋节 那中秋变盘反正是上是下 原则上走多的几率高 因为第一个外资现阶段的期限货 九月份才开始繁多 中美贸易战原则上应该还不会有太大的利空出现 第四季啊 中秋节回来差不多就第四季 又是电子股的传统旺季 所以原则上我认为 把持着拉回站在买方的一个心态跟策略 目前都没有改变 那关键在于是说 你愿不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来操作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 当然有新的个股标的 我们都会再带新进的同学 进场做布局 那节目上我们就不方便透露 我只能跟各位讲 这一波的行情绝对是有机会 只是有没有人带着你做 需要帮忙的 把握好这次的中秋的优惠专案 那最后祝投资人操作顺利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如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 继续 下支颜思了 右上角订阅内容 给他用力的按下去 我们精彩的分析内容 你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可以观看到过去的一个 各种记录影片 想要提问 留言区的部分 就是给大家发问的地方 当然千万不要忘了 铃铛一定要记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时间收看到 最及时的资讯跟影片